西哈努克港的省長決定要抓人的時候 多久抓到他 一天 你跑不都跑不掉 而且我覺得最其他人 這不過就是一個芝麻綠豆的小事 需要動用到西哈努克港的省長 在西哈努克港他們也想洗刷 他們的這些所謂的汙名 對 他們正在洗刷汙名的時候 這個時候 有個兩個自己衝去柬埔塞 撞到了槍口上面 剛好送給你 玉鳳 這次也鬧得太大吧 我本來覺得就兩個小屁孩 重點是只有一個網紅嗎 拍照拍照了以後覺得好 這邊作假 作假在台灣就幫你訓示一頓吧 你說沒有 他們講不打琴 不打爛 轉檔不長眼 他們今天跑到西哈努克港 做了這件事情 要做兩年牢 而且你想說 他能不能出來都是個問題 對好 晚安小姬他到那個地方去之後 其實當地人已經在注意他了 因為在園區裡面 大家眼睛都是盯著你 所以他一去就被抓到了 我告訴你 你在園區裡面 寶傑哥 誰負責哪一區 誰負責哪一區 你隨便一個人就像以前我們鄉下 你有一台外車一台賓士進來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他在裡面幹嘛 其實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你以為自己在那邊神不知鬼不覺 然後呢 把這影片拍好之後 假裝成直播 大家都知道你在幹嘛 但是呢 園區的人不會理你 反正我做我的生意 結果呢 他影片發出去之後呢 完蛋了 第一個 他弄到了柬埔寨 第二個 他弄到了軍人 第三個 他還說去詐騙的時候 直播被抓了 你連黑幫 然後呢 柬埔寨 軍人 你全部一次中 你全部一次中 你真的是打錯了一隻全雷打 所以呢 他弄完之後呢 他好像有準備喔 他還準備說 他逃出來了 對 他逃出來了之後 頭髮被剃光了 然後又再一次直播 我被剃了頭 我被撕了衣服 對 然後呢 很多台灣的網友 有不明就裡的說 太可惡了 柬埔寨 把人換給我們 你看 真正知道的人都知道 這兩個人完蛋了 所以呢 當人家這邊 西港的省長 決定要抓人的時候 多久抓到他 一天 你跑不都跑不掉 而且我覺得 這其他人 這布哥就是一個 芝麻綠豆的小事 需要動用到 西哈努克港的省長 跑出來嗎 對 然後呢 最厲害的是 省長說要抓人 馬上就可以抓到人 一天 就在飯店 就抓到他了 就落到人家手上了 對 就落到他手上了 然後呢 打開 然後馬上召開 國際記者會 你看喔 這些 軍裝站出來 警長 就為了兩個小屁孩 對 跑這邊派了一個錄影帶 也沒有殺人放過 欸 居然 省長出來 一字排開 欸 這都是軍人 軍人以後底下 還有國際記者會 國際記者會 還把他們所有的行李都摔 還直接講 欸 你要把你關兩年 要行慢 才能夠回去 對 其實這有非常多的美感 一天之內 晚安小雞 跟他的朋友就被抓了 然後呢 你看那個畫面 國際記者會 人家才是真的 直播 你是假直播 嚇到發抖 你知道嗎 道歉都還沒講完之後呢 急著要下跪 均勻的把他拉起來說 你不要在這邊跪 你要轉個角度 再來跪 不是不能跪 你要跪對方向 對 你要認真的跪 他們就是一直 搞不清有狀況 好 重點來了 人家也是 法治的國家 人家也是三級三審 不過有個律師告訴我 他們的三級三審 後面有誇胡 一天治 他們的三級三審 是一天內走完 你不像在台灣 你打到十年二十年 他的兩年 是已經三審定業了 三審定業 所以人家是三級三審 但是是一天治 好 流程走完了兩年 保潔哥你知道這兩年 對他來講是什麼概念嗎 他們用的是 去刪動人家犯罪 那個罪 最多就是兩年 最多就是兩年 你在台灣的話 你說個對不起 你道歉一下 你708個 打個折嘛 打個折沒有 他就是兩年 而且兩年 這是一個美感 一年以上 五年以下 通常都是一年左右 開始從最低刑期 他沒有 他一開始就最高刑期 直接油門踩到底 就直接蹦到兩年 好兩年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重點 你為什麼要用這一個 煽動人家犯罪 用兩年 因為如果到三年 你可以用其他的罪名嘛 你用到三年的時候 外交部要頭痛了 因為三年的話 就有機會回到台灣來 所以呢 人家 人家的這個柬埔寨 也是非常的幫大家來著想 就兩年了 跟你們台灣沒有關係了 三年以下 我們就要兩年來辦他 然後兩年 在一天之內 就定業了 對啊 因為之前柬埔寨 已經發生過很多類似的 一個事情了 所以呢 他們也想要洗清 他們自己的形象 一直叫台灣的黑幫教人 你們不能在這邊做詐騙了 好 我們要做一個清洗 所以要清洗必須要立威 立威 你就得教人 他們要去抓詐騙 對 結果這個時候呢 很多台灣的黑幫 所以以前剛剛講的 西哈努克港 之前那邊就有KK園區 這個地方形象非常糟 這就是一個詐騙的天堂 可是西哈努克港 他們也想洗刷 他們的這些所謂的污名 對 他們正在洗刷污名的時候 這個時候黑幫想說 我們要不要教人 教人進去不好關 大家怎麼辦 其實很多人在春節 都回到台灣來過年 因為他們知道 柬埔寨要出手了 這個時候 尤其是兩個人 自己衝去柬埔寨 撞到了槍口上面 剛好送給你 然後解除大家 所有的一個壓力了 等一下喔 柬埔寨已經說 他們現在要殺豬清倉 他們現在怎麼講 比如說叫台灣的黑幫 你把人給我交出來 他們要洗刷這個污名 他們本來就要找人開刀 對 剛好就有兩個人衝進去了 對 這個時候台灣的黑幫都開心了 柬埔寨的西哈努各港 用他們兩個人來洗門瘋 沒錯 本來就是一個 需要一個記者會 記者會就需要一個業績 就需要來抓人 剛好 你就撞上來了 然後呢 你還來不及浪槓 來不及討 就直接被兜起來 好 你看柬埔寨的監獄 等一下 我們看 這個是柬埔寨 柬埔寨的這個所謂的監獄 有這地方跟狗樓一樣 柬埔寨那邊來講的話 他們 對衛生條件上來講 最近幾年有在改善 可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人太多 人太多怎麼辦呢 你知道嗎 寶寨他們進去的時候呢 90個囚犯 關在50平方公尺 50平方公尺什麼概念 50平方公尺不到15平 不到15平 你知道嗎 管90個人 這個為什麼拍得出來 這給大家看的 就是說 這就是一個狗樓 他在裡面呢 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他沒辦法來幫你做隔間 所以呢 他把狗籠 像是狗籠 鐵籠子 鐵籠子把它弄出來 有一些比較重的放在裡面 然後男生女生 其實他都是關押在一起 那這個是可以拍的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也還好 另外來講的話 這就是可怕的地方了 這種地方你想想看 你要進去 你要怎麼睡 你不可能睡覺的 90個人 關在50平方公尺的地方 你是用立體堆疊的方式 你不是說 像在台灣有一些 居留所比較小 大家擠一下就過去了 對 晚上這樣睡 這樣怎麼睡得著 不可能睡著 所以呢 他們的一個睡覺方式 是用3D立體的 你不是你左右被夾住 你上面還有一個人 你一個台灣人 然後兩個網紅 你覺得你關的進去嗎 那我就嚇死了 對 然後你進去 你想想看 你要關兩年 你這兩年 你不會有假釋的一個空間 好 那你進去之後呢 你一直去弄 我們剛才講的 你又弄到黑道 又弄到柬埔寨 又弄到軍人 你進去不會好關嗎 不會 你進去不會好關的話 其實第一天 把它洗下去 Slow下去之後呢 我真的很難想像 他第一個禮拜怎麼撐得過去 而且現在還抓到說 他們還有腳本 對 剛才講的 我今天去偷拍 我被抓到 我逃出來 這只是第一個腳本 第二個腳本幹嘛 他還有強姦 第三個腳本 還有販賣器官 對 他把這些東西 把它全部給弄出來了 好 還有一些鬼娃 還有一些槍械 他們其實最令人討厭的一件事情 在柬埔寨 他們就是不想你提到 第一個 詐騙 第二個 凝虐 第三個 販賣器官 你在裡面 你都全部中了 你全部中的話 其實省長郭忠祥 有機會讓他過嗎 借過不了的 過不了他的 那如果說真的 柬埔寨想放過他的話 其實用槍來扮他 是比較嚴重的 好 我們或許有機會 把他們兩個撈回來 但是柬埔寨 這次的意思就是說 跟你們台灣沒有關係 你說為什麼這樣 超過三年台灣可以引渡嗎 對 你超過三年的話 我們是有空間來談這個司法的 或許你在台灣官也可以 但是他用本型最高兩年 他不管你這些其他東西 他非要你再柬埔再關 對 所以你也沒有皮條 你也不能去跟他討論 這些司法互助 或是引渡的問題 反正就是兩年了 兩年官官就出來了 但是晚安小姬 進去執行之後 重點不是一年 官兩年 你進去之後 要想想你要怎麼出來 你很有可能 你出來的時候 跟你進去的時候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好瑞德 我們常常講是 不打琴 不打爛 就打不著眼 現在柬埔寨 在洗刷他的門封 洗刷他的所謂的 過去的這些污名 人家要洗刷的東西 你全部撞進去了 對 沒錯 那麼為什麼剛剛玉峰講到 現在包括這個晚安小姬 跟他們兩位進去以後 我告訴你 能不能熬過第一個禮拜 這樣是關鍵 第一個禮拜 你第一個禮拜都熬不過去 你知不知道柬埔寨的監獄是什麼 是人間煉獄 我想坦白的 但是他只要能夠熬過第一個禮拜 那麼他們在台灣的家人 必須要做一件事 說起來很可悲 因為在台灣不能做這樣的事 但在柬埔寨 確實可以做這種事 為什麼呢 有錢能使鬼推磨 但是要先熬過第一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柬埔寨裡面的監獄裡面的犯人 他們的擁擠度是全世界前15名 他們的監獄裡面非常多 大概已經超過200% 也就是大概擁擠的情況 比台灣還嚴重 擁擠到除了監獄之外 他們把廢棄的電影院 還有一些建築物 全部改造成這個監獄 去關人你就知道了 還有柬埔寨的監獄裡面的囚犯 非常愛國 所以如果你進去了以後 他們知道你們兩個是這樣 為了污蔑 那麼為了第一位柬埔寨的國家形象 進來關兩年的 他會放過你嗎 他不會放過你的 你知道柬埔寨的這個真正的首腦 叫什麼名字 叫做總理韓生 他在去年的8月8號 已經把他掌權3、40年的 這個總理的名字 交給他的兒子了 他的兒子46歲 叫做這個 比如說 叫做韓馬內 韓馬內是他一所栽培 他這個兒子很厲害 到美國到英國都留學過 但你不要以為他在國外留學過 所以他就民主自由 沒有這回事 你知道嗎 沒有這回事 韓生一輩子都為了他的兒子 所以他手段兇狠 我們如果到過柬埔寨金邊的話 旁邊會有一個所謂的人頭博物館 就是那個洪高棉的時候 不是殺了一大堆集中營的人嗎 然後放在裡面 單單這個殺害的 這個各式各樣的 這個等於說酷刑 我們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裡面都有 單單放學死的囚犯 放學就沒事做對不對 把人囚犯拿來放學 死了一百多個人 你就知道 那麼為什麼會有人頭博物館 因為是洪高棉的時候幹的 那你知道韓生出生什麼 就是洪高棉 韓生出生洪高棉 他還有一個外號 叫做柬埔寨的吳三桂 吳三桂幹嘛 引清兵入關嘛 他引越南清兵入關以後 幫他奠定了這個 他是越南扶植的 最早的時候 越南扶植的 這個柬埔寨的總理 他因為這樣來的 好 我再講一個故事 這要手段很兇狠 再講一個故事 這個人對不對 能去人生到什麼地方 他是靠槍桿子出生權 但是他不是五乎 他不是五乎 不是像緬甸的軍政府 等於沒有腦袋 不是這個樣子的 他是怎麼樣一個人 他在這個等於說 打天下的過程當中 整個柬埔寨自然非常差 到處都是槍嘛 那後來韓森為了打造 整個柬埔寨變成一個有錢 他知道 他知道貧窮可能給他推翻政變 所以他讓那個下面的人有錢嘛 就在這個時候 這兩年不是為了台灣 還有包括中國 不是一大堆人詐騙嗎 韓森為了這個 我們台灣這邊說 有人被柬埔寨去詐騙 他很生氣 他開個國際記者會說 我昨天半夜接到一個簡訊 結果簡訊裡面是 我非常有錢的一個企業家的朋友 來跟我借錢 結果但是詐騙的簡訊 他的IP是來自台灣 所以他對這個 對台灣說他是詐騙 他非常 詐騙網路他非常生氣 韓森對台灣是沒有好印象的 沒有好印象 因為台灣包括很多企業家 以前都是把相關的籌碼 壓在跟他對立的親王身上 後來親王就倒了 然後逃流往海外嘛 他現在好不容易 所以他把我們台灣的辦事處關了 把我們台商的這些土地什麼都查封 所以他很更 他非常討厭這個台灣 所以你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他跟中國那麼好 這時候好不容易 這兩年他想盡辦法 把進那個 全不在進不進 弄起來衝往前衝 最後台灣跟這個世界各國都說 他是詐騙的嘛 怕別人不來啊 西港區一年炸 那個一年的相關的這個出口貿易 有20億美金耶 那如果都不來怎麼辦 韓生就開始抓抓抓 就開始改善自然 就在這個時候 兩個250的台灣網紅 竟然說那邊 他是穿軍服的帶槍 然後去洗劫他們 還弄得一塌糊塗 我的天啊 各位你看過 你看過世界上哪一個警察 機關出來開記者會 是叫他的嫌犯跪下 就叫跪下 就叫他直接跪下 然後緊接著來 訴審訴訣到什麼程度 早上抓到人 晚上判決 兩年確定定宴 而且要關滿了以後呢 再被群組出去 不過好消息是說 如果這個禮拜進去的時候 他們一定被打 一定被這其他求犯 預警不打他們 求犯也一定打他們 如果能夠熬過一個禮拜以後 等風平浪靜風頭過後 這時候如果能把錢送進去的話 柬埔寨的監獄只認錢不認人 那麼或許這兩年他們還有機會出來 大家知道你是財經專家 可是不知道說你是東南亞的專家 因為你在東南亞有一些生意 所以你去過柬埔寨 你去過泰國 你去過美甸 你去過很多次 我聽你講才知道說 我們講說柬埔寨怎麼那麼可怕 你說早就這麼可怕 我說怎麼會在門口 有人賀槍實彈 你說 他每棟大樓的人都在賀槍實彈 而且這幾天來說 大家的確看到東南亞說 柬埔寨 泰國 緬甸都很危險對不對 大家說難道真的這麼危險嗎 實際上我過去幾年的時候 我大概去東南亞 太國 緬甸還有這個所謂柬埔寨 我大概去了四五十次以上 你去四五十次 所以我很了解這些地方的問題 那些地方像寮國 像泰國 像緬甸 為什麼他們這些地方會變成是說 好像黑道在那邊非常猖獗 因為第一個這些都是軍政府 軍政府的時候軍方權力太大 他們就會開始貪污腐敗 所以事實上這些東西 都跟軍方有非常大的關係 你看 最近爆料就是 有一個小吳跟這個小豬 他們原本是這樣 他們到泰國去玩 泰國去玩的時候 就有人說 我們現在轉往到這個緬甸 緬甸這個苗瓦底地區這個地方 苗瓦底地區這個地方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如果你去留意來說 這地方過去有個叫做中泰緬的 這個所謂經濟 一帶一路的特區就在這個地方 一帶一路 而且他距離這個 伊洛瓦底江都很近 伊洛瓦底江其實本來就是 緬甸一個經濟非常繁榮的這個地方 所以說你到這個地方來 這地方有一個KK園區 有一個叫做數位科技公司 來到這地方包你會賺大錢 那他們就去了啊 結果被他去的時候你看 他們一到園區 像手持長江的保安進去 那很正常 我就跟你說那很正常 他就又進去 那當時不對 我跟他講重點是什麼 你千萬不要把什麼 手機身分證那些交給人家 因為你交給人家之後 你就出不來 可是你不交也不行吧 當然是不行 因為賀江山你會很害怕 對啊 所以基本上來說去那些地方 你最好不要去不明的地方 結果沒想到他去了之後 就被開始強壓 強壓就說你要怎麼 你要騙幾個人 要騙六個台灣人來到KK園區上班 如果沒有的話就要 你看業績沒達標 被毒打電擊抽血關黑牢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可能還要再賣血 所以他事實上這就是 因為你到那個地方去之後 我們就講嘛 像柬埔寨或是像緬甸 他們跟台灣幾乎都沒 基本上沒有什麼 像柬埔寨跟台灣 沒什麼外交關係 對 所以你去的真的就是 如果你沒有人 在那邊罩你 你千萬不要去那些 看起來很奇怪的地方 不是我看得嚇死了 我只是去那個地方 我就被控制行動 控制行動以後開始就要抽血 我就被當血牛抽血了 好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現在大家講是 KK園區這個地方 苗蛙堤這個地方 我就講嘛 苗蛙堤這個地方來說 比如說他有個經濟園區 那經濟園區來說 你看他距離這個 毛淡棉港 或者說距離整個 這個泰國也非常近 所以它包裝成這個樣子 那是過去有一個叫做 亞太國際滋味產業新城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來說 因為很多中國人非常看好 因為中國資金要進去 所以他們就開始在弄 在弄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因為過去幾年 本來在其他地方的詐騙公司 比如說像在這個 菲律賓原本也有 包括說像柬埔寨 或者其他地方 有部分被取締 他們就跑到這個地方去 因為他們發現到說 這個地方有大人物在造 那個大人物是什麼 你看他是誰 他叫做奢凱倫 那事實上 他今天已經被抓了 他叫奢治江 奢凱倫他是什麼 他原本在2012年 就被中國通緝 他被中國通緝也是 因為相關的犯罪 結果他跑到國外 他就跑到 移轉到東南亞 結果他在東南亞 大概是什麼 中國僑商聯合會的 常務副會長 被通緝還可以 東南亞知名的僑領 然後他就是亞太國際控股公司集團的主席 結果沒想到 保潔更厲害是什麼 他在東南亞混得風生水起 在這個地方你看 這一帶一路中泰緬的經濟走廊 緬甸亞太國際智慧產業性 你看蓋得那麼大 你想這個太厲害了吧 結果沒想到這個地方 完全都是詐騙中心 大家完全都跑到這個地方來 這麼漂亮 對 這樣的地方是詐騙中心 為什麼 因為後來很多博弈網站的賭博 全部都到這個地方去 還有很多call center 就全部到這個地方去 結果沒想到他還 因為東南亞這個產業 就包裝得非常好 保潔更知道2018年的時候 當時的這個習近平去訪問菲律賓 結果沒想到杜特地還邀請他去 因為他擔任這個做上賓 他還跟 因為他在東南亞混得太好 你看東南亞知名的僑領 好不容易這個 這個所謂的習近平來到這個 當然要請個中國非常知名 結果沒想到 中國2012年通緝的發展 他居然登上了菲律賓的國宴的場合 還跟習近平見面 所以他就混到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 哇 他一定很照得住 所以為什麼後來很多人 就跑到那個地方去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顯然的 這個斯爾凱倫 他已經混成是東南亞 可以直通這個國家 我都跟這個習近平 還有跟這個 跟杜特地質 我是邀請他邀請的 而且剛剛講的可怕的是 你是所有的幫派 剛剛講的 中港台澳 包括柬埔寨 泰國的黑道 都在裡面 所以就全部都聚集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現在其實人家就說一個產業鏈 什麼產業鏈呢 如果你到西哈努克港的時候 因為他其實是要你的錢 那個地方 所以他不要不會殺你面 好 那可能 西哈努克港 你第一開始的時候 到了柬埔寨去 好 到柬埔寨去之後 我們台灣人最多就是柬埔寨 因為緬甸其實大家不會去 那因為去金邊太容易 我們現在到金邊的班次 一個禮拜有八班 那太容易 機票很容易到 好 那都是這個地方之後 然後緊接 如果你真的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之後 他就把你賣到這個泰國 泰國 曼谷是轉運站 最後最慘的就是來到這個緬甸KK園區 因為聽說那個奢信的這個老闆 他好像非常厲害 他可以把這個器官賣到國外 可以把部分切割之後 把你賣到什麼杜拜 賣到什麼 甚至有部分賣到中國去的 所以事實上其實整個產業鏈 他有一個賣器官的管道 整個產業鏈是什麼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其實真的跟著什麼 跟著中國的一帶一路 這些都是中國在東南亞非常重要 一帶一路的公司 然後同時他們也都是軍政府 也就是有這些地方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才會變得這些國家 變得好像很可怕的一個情形 好 加密 你剛才講 現在原來到了東南亞 以為說 那好吧 我現在不要去柬埔寨 那泰國總是可以吧 泰國變成轉運站 而且剛剛講 那個KK園區 KK園區我聽講才懂說 那變成一個再教育營 也就是你不聽話 你要在這個地方 是生是死去上天堂是下地獄 是在這個地方決定的 對 確實 巴哲哥沒有錯 其實剛剛講到泰國是中轉戰 其實我們要把人救回來 泰國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在柬埔寨 你在西港 你就是不願意服從 你就不騙人 你甚至業績不好 那我就透過到泰國曼谷 再到這個KK園區 那為什麼要到KK園區 其實當時在版圖輕易的時候 KK園區它是屬於 比較低階的詐騙集團 所以他在這邊 低階詐騙 我就是要來管教你們這些 口中所謂的頑劣分子 所以那我能夠怎麼辦呢 我就只能對你施以暴行 在這裡頭他們有所謂的 這個叫做暗黑兵部 這個暗黑兵部呢 是一個武裝部隊 他們叫做克倫邦的武裝組織 克倫邦 平常都是在跟這個政府軍在對抗 那現在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對緬甸的少數民族知道的話 克倫邦是很恐怖的 對 非常的凶狠 而且他們對於這些人 怎麼來管教你知道嗎 三個方式 第一個你不聽話 最簡單叫做水牢 他們裡頭有一個池塘 那個池塘 從空拍土位置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大型的池塘 如果你第一個水牢的部分 那個池塘的水大概到你腰部 腰部 你就整個人進去 然後手背這樣高高的綁在 綁在那個竹竿上面 那你在這邊 你要蹲你也不能蹲 你就只能一個站著 但是你水 下半身你一直泡在水裡面 很難過耶 很難過耶 你會水走 甚至有可能會潰爛的一個狀況嘛 這是水牢 這還是最輕微的 再來第二個是暴打 武裝部隊嘛 那最喜歡打人了嘛 把你暴打 暴打完你身上有傷粥 他對你潑鹽水 傷口上灑鹽多痛啊 這些都是這些軍隊 平常拿來對抗這些戰斧的一個方式 第三個方式 就對你灌辣椒水 噴辣椒水 那眼睛很痛苦 讓你甚至有失明的一個風險 所以在這裡頭 你被包含水喔 你被暴打 你被灌辣椒水 你說你在裡頭 你會不會乖乖配合 那我就配合啦 所以啊 很多人或許 我配合我做 但是問題是我業績 就做不起來啊 那很多會想辦法 想要來逃離這邊嘛 那逃離 我跟你講現在要 你要跑出來 機也很難救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會公布你的監視器的影像 並且說你去抓 你抓到他的話 我給你十萬塊的美金 十萬塊美金多少錢 三百萬台幣耶 怎麼有賞金獵人 賞金獵人 專門去找這些脫逃的人 那當然運氣好一點的 譬如說剛剛有提到 這個台灣的這個小情侶 外公花了兩百萬元 來去跟他們交涉 希望能夠放人 運氣好 所以這個小情侶回來 是花了兩百萬 花了兩百萬 過去說可能七萬塊台幣 七萬塊美金差不多 兩百萬 但是也有些運氣不好的 怎麼說呢 有人捧了五百萬要去贖人 但是有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這個台商捧著五百萬 來到KK園區的門口 我拿了五百萬來 我要來贖人 等了兩個小時 對方跟你講 抱歉沒辦法幫你把人帶回去 為什麼 因為剛剛有人出了五倍的價碼 要他的器官 因為這個器官的買主 就在杜拜 所以透過杜拜這邊 告訴緬甸說 我今天需要什麼樣的器官 所以找到適合的人 那這個人 就被帶到海上的醫療船 來到了公海 大家都看過電影嘛 你就從人間世界上 直接丟海裡面 另外我的器官的部分 我直接透過海上 就直接到買家所在的位置 甚至有很多 是這種走私船 在船上直接做交易 要趕快把器官 時間 黃金時間要趕快掌握好 送到賣家那邊 趕快來做器官的移植 這也太可怕了吧 我都去毛骨悚然了 所以現在在KK園區這邊 就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危險 但我不懂 這個新聞已經爆這麼大 怎麼還有人要去呢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說 我告訴你說你高薪可以來 我騙個體戶 大家可能慢慢的有警覺 那我現在換個方式啊 如果你是魔術師 我們這邊有一個賭場表演的機會 一場 如果公定價五萬塊好了 我給你二十萬 我給你三十萬 你要不要來 魔術師還是一團 可能一兩個人 如果我今天派的是一個舞團 這舞團可能有七八個人 另外包含什麼化妝師團隊 也要來的話 我一次騙十幾個 甚至呢還有這種 現在八大行業 在各地其實不是這麼樣的好發展 我把你一口氣騙過來 一次二三十萬 一次騙過來 落地之後才發現說 哇中招了 通通被要被騙去做詐騙 在上禮拜 已經講上禮拜 你就大聲請問 現在去東南亞 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要想到 我們的政府 既然從泰國救回了12名 救回12名裡面有3名 居然是跟人蛇集團有關係 而且更可怕的是 現在已經講了 你不是只有在柬埔寨 你去柬埔寨 你去泰國 你去緬甸 都有危險嗎 那麼泰國之所以 能夠救回這9名的台灣人 另外3名 現在還等於說 扣留在這個 泰國的居留所裡面 很可能是人蛇集團的人 是因為 我們在電視節目上面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直接告訴各位 只要是柬埔寨的 只要是泰國的 只要是緬甸 寮國甚至於杜拜工作的 你都不要去 就算是你的好朋友 最好的鄰居 國小的同學 所有人告訴你說 這裡很好賺 你做水電可以賺到8萬塊 你來這邊從事一般的行業 可以賺到5萬塊以上 你都不要去 為什麼 因為你絕對不相信 一場人間煉獄 正在這幾個地方 事實上它是集中在什麼地方 集中在柬埔寨的西港 跟緬甸的KK區 KK園區 集中在這兩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從 其他泰國的那幾個地方 因為它知道 我們開始盯上了這個 等於說柬埔寨 還有緬甸 所以呢 它就讓你故意 在泰國的曼谷 泰國曼谷是世界 也是一個轉運站嘛 那包括杜拜等等嘛 所以讓你沒有戒心 等到你落地了以後 被人家接走了以後呢 把你的護照 把你的這個證件 把你的手機 全部沒收了以後 你只能任人宰割啊 所以你說現在這樣子 因為大肆的宣傳之後 我們知道說 我去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很危險 我現在去美甸很危險 那我去泰國 我總是可以吧 我去泰國 曼谷也會被扣留 沒有錯 那麼泰國政府發現 我們也開始在呼籲說 你連泰國都不要去 而且呢 你連自住旅行都不要去 從今年一月到六月 總共去了六千多位的 這個台灣人啊 有十分之九不見了 你知道嗎 回來的人只有十分之一 這很可怕 十分之九的人 你到哪裡去了 所以呢 後來真的有四千多個 我們其實接到報案的 只有幾百個喔 邪巡只有幾百個 真的那四千多個趕快 進行這個等於 所有的地方派出所 趕快去了解 趕快去調查嘛 重點來了 有很多還是查不到 我告訴各位 事情很嚴重 你絕對想不到 為什麼呢 你絕對想不到的是 現在去那邊 我們之前 在前兩個禮拜還講說 你去以後叫你做詐騙嘛 對 然後呢打你 如果不聽的話就打你嘛 男的就用電擊棒打你 要不然就把椅子拿起來 削你嘛 那女的就性侵 要不然就推入火坑嘛 現在事情嚴重的程度超過我們的想像 為什麼 那個是前半段的事情啊 這幾天啊 因為事情鬧得太大 所以呢 國際的媒體呢 大家都在報導嘛 現在有六國聯軍 六國聯軍打算去圍剿這個 為了在緬甸的這個KK特區啊 所以他們打算 他們已經KK特區 這些詐騙集團已經接到通知了 因為他們有僱用私人的這個軍隊 對不對 保護 KK園區有私人軍隊 對 是 事情大了 緬甸的軍政府 緬甸現在不是還在軍管嗎 緬甸的軍政府 他也受不了這個壓力嘛 因為包括在裡面六國聯軍 包括中國啊 所以他也受不了這個壓力 他已經警告他們 準備到什麼時候 你要給我離開 你這些詐騙集團 不敢幹嘛 反正你要給我離開嘛 他們要另外找一個地方 那另外找 不是 因為這個對他們各個國家的形象 太糟了 你泰國現在才要發展觀光 你希望你引起觀光客 現在誰敢去啊 你知道嗎 為了要籌措這個重要 因為我要離開的話 我是不是要籌錢啊 籌錢 詐騙太慢啊 然後呢 那麼匯款太慢 他竟然就直接幹起 所謂的販賣人體器官的勾當了 你知道嗎 很凶狠 你覺得想不到的是人間煉獄啊 為什麼 他們這個人 所謂的人體器官 以前聽過中國大陸的故事嘛 就說你到哪裡去 就被迷昏了 醒來的時候 這邊有個傷口嘛 對 一顆腎被人家割走了嘛 那至少是還給你打嘛 民藥 麻藥 讓你都不知情的情況下 給你偷走 偷賣 賣走一顆腎嘛 緬甸 KK元區有個緬甸軍政府 還有這些所謂的武裝這些分子啊 他們比黑道還壞啊 他是聽說目前知道的最糟糕的是 是直接把你五花大綁到船上 然後在公海上面 直接把你全身綁住跟電影演的那個殘酷是一樣 你看這些東西出來的消息傳出來以後 還說 拿掉以後你就死了嘛 這個很可怕 因為這傳出來以後呢 那麼當事人有被救出來的 證實說確實有這樣子 不僅只有台灣人死亡 還有中國人你知道嗎 對 因為一開始是騙中國人嘛 我告訴各位 因為一開始在這個 所謂的柬埔寨的這個西港是因為 那個地方是柬埔寨開放合法的賭場 跟相關的網路博弈的這個特區嘛 就後來這個地方就變成了詐騙集團 還有他們中共高官的洗錢的地方 所以中共下令 中共就跟韓申 韓申就是柬埔寨的總理 就跟他下令說 你這個地方造成我高官洗錢幹什麼 亂七八糟 所以給他壓力 韓申就給他壓 就直接後來在2019年 後來呢 那麼年底直接吊銷這些所謂 已經核發的這些執照嘛 末日條款了以後 那這些人我問你 你在賺錢啊 很多中國人被通緝啊 那他就不回去 不回去了以後 中共後來下了一道命令 在什麼時候之前 如果不回來中國 吊銷你的國籍 跟吊銷你的富籍啊 所以這些人都離開了以後 這個地方本來是做這個 相關的賭博益的 結果呢 後來就改做詐騙 那我問你 詐騙改做詐騙 這些人不去啊 這些人都沒有 中國人不見了怎麼辦 就從台灣騙 他們騙兩種人 騙台灣人跟騙這個馬來西亞人 那為什麼馬來西亞人 因為馬來西亞人 講華語 講英文 他們英文比我們好 所以要講英文的詐騙呢 交由馬來西亞人 講中文的交由台灣人 所以他不是只有騙中國 不是只有騙台灣 還有馬來西亞 對 是這樣來的 所以有三種人 在那邊被害人嘛 在西港嘛 那西港還要看你運氣好跟壞 因為你的詐騙集團 分不同的這個首腦嘛 他們彼此之間就在這個西港呢 還會彼此開槍射殺對方那個這個詐騙集團的嘛 但西港還沒有那麼凶狠喔 西港還是處於說 你那個 要騙人來 人頭來 或是把你一次一萬兩萬美金 把你一直賣一直賣這樣子嘛 可是當你沒有業績 當你在也 從你身上炸不出錢的時候 他就給你賣到緬甸的剛剛講的KK園區啊 你就糟了 冷靜煉獄就在KK園區來了 而且到了KK園區的以後呢 是比監獄還慘還恐怖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從那邊逃出來的人都說 你只要進了KK園區 幾乎真的 你知道十八層地獄怎麼寫 就是KK園區啊 所以現在不是我們苦口不信 我跟你講我們的警察對不對 警察輩輩不是在機場拿個牌子嗎 叫大家不要不要去柬埔寨 不要去這個緬甸啊 不要去哪裡啊 不要高薪的那個都不要相信啊 但是目前為止 雖然已經勸回了幾十個人 還是有人殖民不悟硬要去 我們國家的警察 沒有公權力阻止你上大飛機啊 可是你大飛機上去了以後 你就等於是死路一條啊 有一家四口的 有一家六口的 全部都不用回來 你知道嗎 去了以後就沒辦法回來 那你說有人說 外交部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事情去救嘛 各位 你知不知道柬埔寨的韓生最恨台灣 誰假的 當年還擊敗了曾振龍 曾振龍曾經有一個故事是 他的土地之多在柬埔寨 只要搭車的話呢 從早上可以開到晚上嘛 那柬埔寨不是有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竹聯邦的精神領袖 陳其立 陳其立 當時他在金邊的家裡面的 這個別墅裡面的槍枝十幾把 都是當地有頭有臉的人送他耶 聽說還包括韓生耶 後來以他勇槍之中為由 把他關進監獄裡面 還讓他中風 就是韓生 韓生是不能相信的 他也跟台灣 為什麼 台灣政府 因為當時我們台灣的 駐柬埔寨的代表 我們押的是另外一邊的親王 我們押錯邊了 選舉押錯邊 結果他政變 政變了以後 韓生拿到政權了以後 他就把你台灣代表處趕出去 所以我們台灣在那個地方 我們外交完全使不上力 必須靠過其他 有人靠被害人找上幫派嘛 到上嘛 那有人甚至還去找中國大使館等等 但事實上 那個是在所謂柬埔寨的西港 等到你到了緬甸的KK 只有錢能解決 而現在恐怖的是 就算你付出贖金 都沒有辦法 有人提五百萬 那個解決的小組 提五百萬去救一個人 沒有辦法放 為什麼呢 這個人事實上 在杜拜那邊的有錢人 杜拜不是遊王最多 有錢人最多嘛 年紀大了 要換器官 不能會死掉 他開除兩千五百萬台幣的價格 你的五百萬只有他的五分之一而已 所以呼籲大家奉勸大家 千萬不要再往鬼門關去了 而且本來想說 你不要被人家這樣牽著過去 他說 有的說我是去自助旅行 我跟著旅行在 有的說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現在連這個都不能去了 對沒有錯 那事實上有人說他是自助旅行總 沒有這回事吧 我告訴你 自助旅行你是不是會去搭車 你搭上計程車 你搭上你到什麼店去的時候 你很可能會遇到人家直接 我問你啊 你很厲害是不是 你很拽 問題是你可以保護自己 槍拿出來的時候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保護 而且最可怕的是用騙的 為什麼呢 騙你騙一個人太慢 騙整團的人 你的樂團 你的舞團 整個團騙去整團賣 你知道嗎 還有很可惡的是什麼 騙八大行業的就業的這些女子啊 騙他們去伴遊 這段時間不是疫情嗎 所以八大行業不是生意蕭條很差嗎 所以騙他們只要去伴遊 只要賠當地的有錢人 你就可以一天得到八萬十萬多少錢 去了以後 這些人全部變成他們 他們的租宅一賣再賣 要不然就推入火庚 最後沒有價值的時候 連台灣會來的錢都 這一招都用完的時候 就直接幫你強摘器官了 好 是 聽講說 那個地方有這麼樣的可怕 完全沒有王法嗎 那個地方 真的像瑞德講的 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因為他的軍方 他的警察 他的黑道 是根本綁在一起的 其實柬埔寨這個國家 坦白講 你知道有錢 什麼都可以 而且 那邊根本就是一個 以黑治黑的法外之地 以黑治黑 怎麼說呢 其實包括記者去問 問我們那個 亞太師的那個師長 周師長 就問他說呢 到底柬埔寨的事情 我們官方有沒有能力去處理 其實他說呢 其實當地 他說的很保守 他說呢 柬埔寨等地呢 跟有些集團 可能跟當地警察有聯繫 但是沒有證據 他講的很保守啦 但其實我們當地台商 當地的一些 柬埔寨的華僑朋友都知道 根本當地的警察 軍隊 還有當地政府呢 完全是勾竄在一起 根本就是他們講 剛剛瑞德哥說 私人軍隊 其實在柬埔寨 在緬甸這些地方 私人軍隊就是政府軍隊 政府軍隊就是私人軍隊 只要你付錢付得夠的話 對 其實呢我曾經 我到菲律賓也是一樣 到了柯拉克地區 也是博弈的 線上博弈大本營那邊 我們去看他的機房的時候 對 有軍隊保護去 當地的部隊呢 開個擊捕車 拿個機槍 我們就這樣進去了 對 我說部隊哪裡來的啊 政府的啊 怎麼會有啊 付錢就有啊 其實那邊就是這樣 這麼一回事 所以他的保鏢是政府軍 對 所以呢你說 到底當地好不好營救 我跟你講 營救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現在到底很多營救 到最後 尋政府管道 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居然要靠什麼 靠以黑制黑 有一個黨 統促黨了 這時候居然 在這個營救過程當中 他們有角色為什麼 因為那個統促黨他們說呢 哇那個張安樂說 他們負責營救任務呢 是他們濟光黨部的主委呢 齊哥 齊哥呢 他營救了二十幾個回來 因為什麼 因為他說呢 這些搞綁架的這些人呢 搞詐騙 把人綁在那邊去的人 後面哪些人在操作 他都認識 所以他呢 還可以出來呢 瞧一瞧 他這樣已經呢 差不多瞧了二十幾個回來了 所以說你就扯不扯 非常扯對不對 好 可是你說 為什麼會搞到最後 變成整個是以黑 自黑的一個法外之地 很簡單 因為呢 其實呢 我們就是被抓交替 我們抓交替 剛剛任德哥說呢 中國大陸不讓人家去的 你知道中國大陸在這個 大勸反活動 運動的時候 就是說政府說 大陸政府說 這些在緬北 在柬埔寨的這些人 你們東京回來 為什麼他寄出了什麼 多高壓 不回來了 直接消戶口 凍結銀行的帳戶 抓他們的家人來問話 所以呢 十四萬五千人排隊去自首 你從來沒看過 在這個邊境呢 有十四萬五千人自排隊 說要回去 你說在柬埔寨 在西哈努各港這邊 居然有十四萬人要回去 那你空了一個多大的缺啊 對 所以這個十四萬五千人 人口的就業市場真空 誰來補 抓交替 台灣人從去年六月開始的 一個一個抓交替 去年六月就開始抓了 對抓交替結果呢 其實一到那邊之後呢 到那邊你真的只有三條路 像這個 這個是一個中國大陸的 他呢 在那邊工作八個月 他其實去很正規的餐廳 他去正規餐廳上班 他上班 合約期滿八個月 領到該你的工資 他想說這邊太危險想要跑 一拿完他 餐車的工資 一離開的時候 一台黑色箱子車過來 三個媽押走 押走之後直接拿槍指著他 他說他只有三條路 一幫我們做詐騙 二叫家人付錢來署你 三把你賣掉 這就是他們說 哇那邊地方 不是我規規矩去工作 我付出我的勞力 我也拿到我的報酬 我要趕快離開 居然就被壓進黑箱行車 所以所以呢 你說有沒有人在那邊真的合法工作 我跟你講 有人合法工作 有人領到錢 我跟你講一百個 裡面有一個 已經黑蜜賭婚了 像很多這種 一去那邊發現呢 到那邊沒辦法 那怎麼辦 好我被抓了 那我不想被賣器官 我不想被轉賣 我只好幫你工作 幫你工作就同流合污 開始呢 開始騙 開始騙的時候他們呢 如果說你業績好呢 他還會給你表揚大會 告訴你 劉寶傑業績不錯 大家給你掌聲給你鼓勵 如果說業績不好的話呢 就開始鞭打啦 然後賣器官 把你賣掉 像有人呢 甚至可能已經被逼到什麼 逼到已經精神錯亂 這個是個台中的喔 一個我們台中的鄉親 他被當地給捕在台商會的人 發現什麼 發現他倒在西港路邊 咽咽一血神志不清 他當時他的右腳小腿呢 已經有一個 差不多半個群頭大的傷疤呢 已經潰爛腐蝕 眼睛可以看得到骨頭 那整個人已經狀況非常差 可能隨時都會死掉 對 所以趕快把他送醫籌措 整個相關的醫藥費用 然後呢 最後是家人付了贖金 付了贖金才把他贖回來 讓他回來台灣 可是回來台灣之後 當台灣警方問他 所有柬埔寶傑事情的時候呢 他已經神智 已經呈現非常恍惚的情況 語焉不詳 所以知道他到底 受多大的精神虐待 所以叫瑞德講 那裡真的是地獄 那裡18歲 打你 燙你 砸你 把你器官給賣掉 對 所以這些呢 其實這真正可惡什麼 可惡的是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黑幫 開始呢來招收什麼 招收一些人呢 當作他們的下線幫忙抓交替 幫忙拉人啊 賣租來賺錢 就像這個破獲的一個案子是什麼 這案子呢居然是什麼 居然是我們機場的排班的 這個接駁車司機 他是專跑什麼 跑以前疫情前呢 大家常常出國會叫小包車 送機場 就因為現在疫情呢 沒有什麼人出國 他沒有生意 沒有收入 於是呢 就跟這些人蛇集團 一條龍呢 就搭在一起之後呢 就騙我們台灣 一個人騙了上百個人 現在不在 而且騙了上百個人 真正救出這四個人而已 另外九十幾個人呢 還找不到人 對 那他呢就是 在跟你講好之後呢 服務非常好 你沒有3G小黃卡 幫你弄假的小黃卡 幫你沒有護照 幫你辦護照 專車到家裡接你 他本來就做接送的 幫你辦護照 然後送你出國 出國完之後 你一旦踏上了飛機 飛到了柬埔寨 飛到泰國之後 你真的就走上了不歸路 而且剛剛講說 你不但是說有人叫你去你去的 有的是我去自助旅行 自助旅行真的會搭到 剛剛講 你是台灣的建設 或是說你今天是 柬埔寨的建設 他也會把你賣掉 對他們 因為他們現在呢 因為整個越來 越發現說 原來賣租仔比搞詐騙好賺 所以呢 現在整個轉向就是什麼 看到人就抓 無差別 在路上看到 這個如果你不是整團的 有著保鏢保護的 你是落單的 直接鄉行車開過來 其實呢 在東南亞地區 這種 黑色鄉行車開過來 把人爐走的情況呢 非常的常見 為什麼 因為那邊第一個 治安亂交通 治安亂 然後槍支泛濫 當地警察跟黑幫勾串 非常嚴重 所以呢 爐走之後 這根本就是呢 看到人呢 這個是華人 落單 中國人 台灣人抓了 抓了之後呢 抓一個人 代表什麼 一個人頭上就冒著 差不多是一萬五到兩萬美金 你要知道喔 在柬埔寨當地年均GDP 一個人才一千多塊美金 也就是說我抓你一個人 抵當地一個人呢 差不多將近兩年的工資 那你說高不高 好那你說這柬埔寨 那剛剛任的哥說什麼 說柬埔寨的 KK 緬甸KK園區 對不對 緬甸其實的KK 他本身來講 他還沒那麼複雜 最複雜 最可怕的不是在KK 他在哪裡 而在緬北泰緬邊境 為什麼呢 因為泰緬邊境到現在 還是反叛軍在控制 政府軍無能為力 所以他就是一個 三不管地帶 所以一旦到進到了那邊的話 跟你講 你說要靠跟政府施壓 根本是不可能 走 你過去因為工作的關係 常常去東南亞 剛才聽你講說 原來在東南亞 在柬埔寨 拿槍是正常的事情 而且這幾個地方 剛剛講柬埔寨 泰國 遼國 緬甸 它已經連在一起了 好姐 實際上有幾個地方 真的非常危險 譬如說像大家都講柬埔寨 基本上最危險就是西哈努克港 所以我覺得真的沒有事的話 就不要去西哈努克港 另外一個當然泰國 泰國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來說被當成一個中介戰 另外就是緬甸 緬甸來說的確如 如從剛才齊悅講的 這個所謂三角地帶 過去大家知道金三角 在緬甸 泰國 還有寮國邊界 這邊本來過去就是很亂 到目前為止還是非常亂 另外更亂的地方是什麼 在泰緬邊境這個地方 你看這次被人家爆料的這個KK KK就是怎樣 他從泰國的媚索症這個地方 他可能騙了非常多人 他騙了非常多人 然後就轉賣到這個廟瓦底 這個地方KK KK這個園區裡面 你看KK園區就是這樣子 你看到這個KK園區 所以我跟他講 原本一開始的設定是 所謂的產業園區 你看他蓋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看起來很像 產業園區嗎 蓋起來就很像是集中營的感覺 只是看起來是 比較好看的這個集中營 所以他等於是這樣 把你弄過去 本來我這樣可以 我以為是一個高檔的 度假休閒區耶 那他就是轉運站嘛 就如果你沒有 如果你沒有準備要去 轉運到這個 杜拜這些地方了 就把它滅成是 在這個地方的 短暫的學期營 然後弄弄之後 把你養得差不多之後 然後就把它轉賣出去 好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保健這其實是有一個相關的供應鏈 等一下 這是一個一個大樓 那這些人都是被綁的 對 為什麼會第一個出現在柬埔寨 保健你知道為什麼嗎 事實上在2014 15年的時候 其實中國當時曾經破獲一件事情 就是柬埔寨跟中國官方 他們有 跟中國他們有一個黑道掛鉤 掛鉤什麼 他們這個地方在做 所謂人口的買賣 當時賣的最多就是賣腎臟 一年曾經有賣到幾千顆的這個腎臟 後來被人家查獲 所以為什麼柬埔寨那邊 會是有人想要買賣這個器官 因為最早最早是有這個例子 而且當時動到是在哪裡 在中國跟柬埔寨合資的醫院裡面 人家就說這搞不好 柬埔寨軍方在後面 對 好那這樣 不是中國的力量也進來 對所以是中國跟中國的黑道 跟這個柬埔寨的軍方 應該有掛鉤在這個地方 好 那為什麼會賣到杜拜去呢 因為杜拜在2016年 在杜拜做器官移植是違法的 他2011年通過之後 那他們杜拜人非常喜歡做這種器官 所以為什麼最後都賣到杜拜 因為杜拜有錢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產業鏈 就從這樣出來了 杜拜2016年以後 他的器官移植核棒 才正式的通過 所以他市場為什麼這幾年會越來越嚴重 就是這樣 那尤其騙了非常多台灣人過去 好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會這麼危險呢 如果我們知道非常清楚的話 你過去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櫃河大橋 櫃河就在這附近 這過去就是秒無人煙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是變成是兩個國家中間 黑道那邊來來往往 而且這個地方住了一個非常 我們覺得非常恐怖 但其實算是緬甸他們當地的一個反叛軍 就克倫族 克倫族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克倫族來說的話 他們有非常 他們現在等於是一個 他們有五百多萬人 他們想要獨立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算是獨立自治區 你緬甸軍方也打不過啦 對 他們那克倫族的部隊在這個地方 就變成是一個軍隊的勢力 你說緬甸的勢力進不到這個地方 對 連他們官方勢力都進不了 所以這是法外之力 對 那有些人就說這個KK 可能就是跟這個克倫族 他們相對的軍法 有互相的勾結 你看他們有自己的武裝部隊 在這個地方 那武裝部隊你要錢 你要錢什麼 就是跟KK這個人 你就抽他們的錢 那甚至還有人說什麼 是讓我們以前去也遇過這件事情 他說什麼 你只要經過這個柏油路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軍方來給你攔路下來 攔路下來的話 你就要繳過路費 你看他一公 一百二十公里被收費六次 這個我以前去這個緬甸的時候 也有遇到類似的情形 好 那事實上你看 那光是一個克倫族 他們就有六支部隊 你看就六個部隊 那六個部隊 他們有時候還會互相的交火 所以那這個地方亂的是這樣亂 那緬北也是一樣 緬北也是更多主在那個地方 所以就變成是很亂的地方 你根本政府軍 政府力量都沒辦法進去 所以那你說要救這些人怎麼救 我跟他講 事實上你要去拜託 如果你有管道 你要拜託當地的軍人 軍人是絕對可以救得出來 所以你看這幾天 有很多人就說 我找到什麼某個國家的軍方 軍方是最有能力 可以救這些人出來 所以那當然就變成是說 你一旦到了KK去為什麼那麼危險 而且你出了公海就是沒救 因為你知道這錢太多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而且很多都是這樣子 就是他可能用漁船把它載 而且很多人是這樣 他載到公海上面來說的話 你在沒有 而且這邊隨對 因為我就講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緬甸節目在這些國家 有太多醫生 他們都很會做這些 這些所謂的執行這些 栽除手術 栽除器官 然後就到了公海 覺得可以的話就把它栽除下 然後就送到這個 可能用快艇或什麼方式 就送到這個杜拜去 所以等於是說 這裡有一個產業鏈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寶玉 我跟他講 光是2017年那時候 2014年 當時中國偵破這個的時候 他就說 至少他說 在東南亞的這個器官的 這個買賣數量 一年光是腎臟就有7千顆 7千顆腎臟 你說這對黑幫人來說是多賺 我現在也不能夠賭 我現在也不能夠這個毒品的時候 我就當然就做買賣器官 那尤其是說你知道 這幾天不是說KK 被人家破或說 KK原來有一個這個中國的祖先 叫奢治江 那奢治江呢 他保證知道 他2012年就已經被中國通緝 那被中國通緝之後 他就往東南亞去發展 那往東南亞去發展之後 你看這是奢治江 他出席什麼 緬甸中國投資貿易交流會 他就在這個地方 他還跟緬甸的關係 政商人在那邊握手 那你看政商跟柬埔寨的關係 也非常好 所以也就是說他在東南亞 真的是話注意也跟當 所以那這些東西在背後來說 如果你真的仔細來看的話 就不外乎是 中國的黑道 或是說東南亞的黑道 加上就軍人 然後這個勾結成一個所謂的產業鏈 所以現在呢 像我也覺得說 以前我很常去啦 但是現在不敢去了 連你都不敢去了 反正就先逼逼風頭 等到過一陣子 現在國際刑警事業都進去了之後 抓得比較乾淨之後 那你真的要去觀光 或是要做什麼東西之後再去吧 然後我們知道 你在柬埔寨 你非常瞭解那裡的產業 可是真的 現在柬埔寨 對台灣這麼不友善嗎 所以你到了柬埔寨 你碰到所有事情 只能自求多福嗎 你看這樣說 就如同瑞德講的 在早年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賭錯邊了 賭了他們現在的反對黨的領袖 現在 結果現在他們的反對黨領袖 也沒辦法回到柬埔寨 所以就變成說 洪森他就是 他的反對黨也被流暴 對 他特別是說 因為洪森太輕忠 那他的軍人來說 跟中國關係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變成說 我覺得啦其實柬埔寨的確 到目前為止來說 是真的比較略為危險一點 那大家沒事就不要去 對的 現在已經全世界都注意到了 西哈魯克港這個 所謂的詐騙的問題 甚至這個人口販賣的問題 可是它造成了一個 更可怕的一個狀況 因為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就沒想到 我破罐破摔 這個地方看起來 我已經賺不到錢了 第一個就是 我人可能 你的下場會更慘 你可能更出不來 第二個就是 我現在根本就是跟你 抬高價在跟你 等於說抬高價在賣 等於說現在每個人的價碼 又往上抬了 對 沒錯 那麼國民黨三位立委 那昨天號稱從柬埔寨 救出一個 19歲的陳姓男子 回到台灣 但你知道嗎 他是付了署款的 現在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一開始還有說 我到了哪裡 然後透過管道軍警 可以把他無償 把他救出來 現在幾乎都要付出署款 見款 見錢的 一手交錢 一手交人 人才放你回去 那更可怕的是 那麼其實在這個警方 跟這個立委在那邊 拉拉扯扯的時候 其實警方已經逮捕了 這次真正把這一位陳姓男子 推入火坑的一個 所謂後面的人蛇集團的 這個家夥 你知道是誰嗎 誰 是從小跟他青梅竹馬長大 在屏東東港成為一個村落 然後一起玩 一起讀高中的好同學 你知道嗎 他的高中同學把他給賣掉 為了一個人18萬 他賣了兩個自己的同學 而且呢 這個是你 主人救出來的陳姓男子 18歲 這個個子看起來很小的 靈性嫌犯 他們兩個是港征的 兩個人是同學 是高中同學 這個陳姓男子 居然被他高中同學給賣掉了 而且是從同小 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好玩伴 竟然為了18萬 就賣了那個其中一個人呢 就是昨天的陳姓男子 另外一個被他用18萬賣掉的 鄭姓男子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喔 還在柬埔寨 他賣了兩個人 對 那這個林姓男子呢 事實上呢 是怎麼抓到的 原來搞了半天啊 那麼在這個8月3號的時候 這個陳姓男子呢 昨天回來的這個陳姓男子 跟他家人說要去台中當保全 然後結果呢 就不見了 不見了以後 要到8號的時候呢 才透過Nine跟家人求助 求助了以後呢 家人在10號報警 警方就溯源回去發現 8月3號號稱啊 說要到台中去當保全嘛 那一天就被帶到桃園機場 那麼持副照 直接飛到柬埔寨去了 直接被騙到這個柬埔寨去了 那騙他的 那警方就根據 因為手機都帶走了嘛 但警方可以根據這些通年啊 然後即時通訊啊 逆向 逆向這個追蹤了以後發現 他跟這個林姓男子啊 往來非常密切 因為他同學嘛 後來還發現 搞了半天 就是這個林姓同學 把他推入火坑的 為了一個人賺他18萬 對 他想賺那36萬 就把這兩個最要好的朋友 跟同學 直接推入火坑了 他被警方逮捕的時候 還說 還說 本來他也要一起去啦 然後後來因為怎麼樣 所以沒有一起去 警方不相信 警方後來發現 那麼這個所謂林姓男子啊 他18歲的林姓男子 他是透過那個所謂的網路 跟一個叫阿文的祖賢搭上線 對 對方同意給他一個人18萬 你每借一個給你18萬 他還搭上另外一個喔 還有搭上另外一個 也是說 你每推薦一個的話 我給你多少錢等等 所以呢 事實上 你已經捲入了這個 所謂的販賣人口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先把它給收押 那除此之外 你又覺得不可思議啊 怎麼會自己的同學 這樣推入火坑 因為照理來講 我們之前所聽到的是什麼 人已經被騙到了 這個緬甸的西 柬埔寨的西港 或是緬甸的KK園區 你無路可走了嘛 對 因為你被電擊被打被凌辱 然後甚至於呢 那麼直接拿那個椅子 直接削你的頭 還要把你整個人抓去賣器官 你無路可走了 所以要你騙五個人 你要知道 本來說要騙五個人嘛 現在也增加到十個人了 你知道 他的條件越來越高 最後變成勒數了 直接跨境外的 這個所謂的辱人勒數啊 就我剛剛講 18歲我 我怎麼會去懷 我若18歲 我怎麼會去懷疑 我的高中同學咧 對 因為沒有人會懷疑嘛 那過去是因為 你自己身陷在險地 我跟你講 人是自私的 為什麼 當你在地獄裡面的時候 你想逃離地獄嘛 你這個時候人家要你出賣 你會昧著自己良心出賣 可是問題是來了 那是你在地獄裡面的 這個靈性男子 可不是在地獄裡面 他是直接人在台灣耶 想直接賣掉 可是可恨的是 你知道嗎寶傑 他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拿到這兩個人 仲介費用賣 把他推入火坑的 這兩個同學 推入火坑 36萬都沒有拿到 那麼事實上呢 那麼到底柬埔寨 他們柬埔寨的軍警跟政府 態度是怎麼樣 我們從一個影帶 就可以看得到 今天 閉路的一個影帶可以看得到 在柬埔寨 一個所謂的賭場外啊 他一個監視器拍到什麼呢 拍到了一堆越南的男男女女 總共加起來60多個人啊 突然間 集體奪門而出 奪門而出以後呢 那保全拿棍子打人要抓人啊 但因為人太多了 對 有李仔細看喔 人太多了來不及抓 我有拿棍子打的 對 那他們做什麼事 他們奪門而出了以後呢 就直接往河裡面一跳 因為河的對面就是越南 所以呢 他們就往河裡面一跳 總共跳了大概喔 總共跳進去河裡面有42個人 那其中有一個人被水沖走了 有一個人被這些保全給抓回去了 另外40個男女呢 成功地逃到對方去 你知道這件事情不是曝光了嗎 被人在網路公佈了嗎 柬埔寨內政部長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這個事情跟這個人蛇沒有關係啦 這個事情是他們在偷渡的 偷渡客啊 他們偷渡到我們柬埔寨來啊 非法打工 還說他們是偷渡客 還在講偷渡客你知道嗎 還在說是偷渡客 還不承認這些人是拐來的 後來人家有採訪到其中的 那些偷渡 跑出來的人說 其實昨天就有中國 中國的這個人呢 中國人呢已經先跑了 然後呢今天是因為 昨天有中國人跑 所以今天越南人也跟著跑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台灣 我們台灣現在有幾百 還有這個幾百個人啊 下落不明 然後呢泰國有1500多個人 下落不明 還有今天憋露出來 還有香港 還有這個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新加坡 馬來西亞 現在加起來有好幾千個人 全部淪陷在柬埔寨的西港 跟緬甸的KK園區 我們知道你在東南亞有一些投資 而你對那個情勢也非常了解 你說現在西哈努克港 已經變成了修羅道場 在那個地方 人吃人 人殺人嗎 黃姐我有沒有三年前的時候 最後一次去柬埔寨 還有最後一次去西哈努克港 當時我覺得說其實那邊 還是很有機會的 但是沒想到現在已經變成是 什麼人間煉獄 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根據最近的一段時間 你只要踏進到西哈努克港的時候 幾乎是有去無回的一個局面 還不只西哈努克港 像在緬甸的這個廟瓦底 還有塞西港 這幾個地方 甚至在緬北這幾個地方 現在已經變成是 人間煉獄之所在啊 所以說你現在到柬埔寨 你現在到了緬甸 你就身不由己了 對 為什麼這樣說 保證 西哈努克港這個地帶來說的話 有非常多中港台 各地的黑幫集聚在那個地方 現在在那個地方來說 到底你踏進去的時候 到底你遇到的是人是鬼是神 你都不知道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這幾天不是救回的非常多了 有九個人的這個台灣的 這個相關的人員救回來嗎 就沒有要救回來裡面來說 居然裡面有一個 他就是這個人蛇集團的分子啊 甚至你看這個時候不是 我們想講 這裡面總共12個 有三個已經很清楚你是人蛇集團 已經留在泰國沒有回來 這九個已經算是我已經檢查過了 九個裡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人蛇集團的分子 另外一個是什麼 現在很多幫派就說 我們可以救回來啊 救很多台灣人 結果沒想到我們政府還說 你根本就是神鬼兩面角色 你自己幫派 你就涉嫌到人口的這個販賣 你以為在那邊救人 你是神還是鬼 寶傑 在西哈努克蘭就是這樣子 你根本分不清 你遇到的是人是鬼還是神 完全你不知道 所以你一踏進去那個地方 就真的是有非常 生命危險的可能性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或許有一個人對你伸出援手 伸出援手 你本身把手伸出去 你以為說那是你最後的救命神索 是 可是搞不好他是把你推入萬丈深淵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 到底多恐怖的一個狀況 我們跟大家講幾個案例 你看 他已經被這個 有一個人他貼出他在這個節目 在遭遇的狀況 他已經身體受到殘害了 就說我快要死在這個地方 然後趕快要求家人付贖金 就沒想到家人付贖金之後 沒想到這個人 最後還是沒有回來 你付了贖金還回不來 還是回不來 除了這個之外你看 還有另外一個台灣人也是一樣 他就找了幾個人 準備要把他弄過去 原本要賣給A集團 就變成他最後 他想要黑吃黑 賣給B集團 保證那他最後的下場是怎樣 被斷絞金 被手腳綁起來斷絞金之後 他就說 最後他的死因是吸毒過量 不過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他最後是被亂刀砍死 但是當地政府開出來就是 他是吸毒過量的意思 所以 他不是被騙去柬埔寨的 他本來就是在那邊的黑幫小頭部 在那個地方 他本來就負責拐騙人的 結果他想黑吃黑 他想中間賺一筆 結果就被斷絞金 保證你人人 你是被騙了 你可能下場很慘 你如果敢黑吃黑也是很慘 黑幫之間彼此火拼得也非常厲害 大家都是這樣 譬如說像有一個19歲的這個 中國少年也是一樣 他被騙去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最後是 墜樓而亡 墜樓而亡的時候 你知道他最後墜樓而亡的時候 他們這個家人開到了 這個死亡證明書是自殺 但是輕生 但你沒想到他這個最後的時候 他是被黑幫囚禁起來 而且他胃裡面來說 他已經長時間 沒有禁死的這個狀態 胃是空的 對他當時多慘 好那我們現在看 到底那個地方多糟糕 你看在最近一段時間 不是在爆發的 他們互相鬥毆了這個狀況 兩個黑幫互相鬥毆 你看這個中國籍的老闆 在當中被人家槍殺 當街被槍殺 還有三名的這個兇手 在逃逸的時候 居然遭遇到車禍 可能也被人家撞到 然後就慘死了這個局面 大家黑吃黑 因為利益擺不平之後 黑吃黑這樣 直接就在西港的大馬路上 就直接開幹起來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 變成了以前美國西部了 現在變成了一個叢林社會了 在這段時間裡面 已經到了八月了 他還是這樣 西港賭場 三個中國人被槍擊 二死一傷 西港海上事故 一個中國人死亡 塵埃落地 西港車禍 雙方男人和解 西港跳樓女孩子火化 西港中國凌晨跳樓逃跑 西港槍殺後續 三名中國男女被抓 今天早上一個中國死在 西港的海灘上 我問了我朋友 現在還有在西港 他說其實西港每一天 都有非常多 墜樓而往的事件 非常多 他說非常非常多 至少十起以上 你看這就是這樣 這個節目在做火化的 一個中國人 他又說什麼 從上個月到現在為止 短短兩個星期 在節目在死亡的中國人 人數超如想像 尤其從西港來的最多 有時候一車拉了三具屍體 有時候甚至一次拉了 四具屍體到寺廟裡面 你不用講 你剛剛講的喔 這都是8月1號 然後你看 8月1號就死了這麼多人 對你就知道說 到底多誇張 你看7月30號的時候 中國還發生那個 包括說什麼 賭場的這個槍殺案 另外包括說你看 這我剛剛就講了 非常多的這個寺廟裡面來說 金邊火化 就收了非常多的這個 中國人屍體 對 我跟他講還有更誇張 這在 這在西港的這個大馬路上面 舊人就直接被上槍殺 甚至你看 馬路上就有看到這樣 直接彈孔就打到你的這個車子 然後裡面就已經死亡在車上 欸 報姐 這不是我們在說的 這是真實發生在西港的街頭上面的狀況 你就知道當地 到底是 你要說他是人間的這個地獄 人間羞肉場 那真的一點都不為過了這個情形 不是都已經告訴你這樣的 不是 而且不是只有台灣在講 是 中國的媒體也這樣講 不是中國媒體這樣講 今天連newsweek這些西方媒體 也這樣報導了 你還有人要去 報姐 為什麼還有人要去 第一個我跟大家講 是讓中國一直在阻止這些人去 你知道從 大概約莫2018年的時候 我去了當時的時候 中國當時在進行一個動作叫什麼 他們真的很下心來就說 欸 你們那個西哈努克港那邊的 這個所謂詐騙機器人太誇張 因為有很多中國老人被騙作跳樓身亡 他說好 我們來清查 你知道中國很下心來 第一次清查的時候 把很多原本的詐騙機團把它清回去了 你知道當時多誇張嗎 中國還要派專機喔 然後從這個中國飛到西港來 載了747班機 載了好幾個班次才能載回去啊 那是第一次清西港 結果還是一堆人 結果反而中國又說 糟糕你們這麼多人 我們就弄一個所謂大勸反 你在東南亞 你如果有犯罪了 你就趕快回來吧 你不要再待那個地方 欸 大勸反 你看就是說大勸反要回到 回到中國人非常非常多啊 所以那是這麼多人不見了 那不見了怎麼辦 他只好抓台灣人去抓交替 所以台灣人是最後一波 對 因為那邊太多缺而出現 那所以台灣人就變成是這一波 被抓了一個非常多的阻力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回到中國以後要集體 要集體海話什麼 中國人不騙中國人 欸 現在是中國人不騙中國人 但台灣人騙台灣人 對 你就知道 事實上現在整個狀況來說 我就講在西港是這個樣子 然後在緬甸這個KK園區是這個樣子 這兩個目前為止是真的最恐怖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局面 我跟你講 因為當地有非常多 原本都是博弈產業 博弈產業的時候 賭不下去 賭不下去 現在怎麼辦 現在就開始變成詐騙產業 詐騙產業 詐騙不下去怎麼辦 就開始進行人口販賣 甚至器官買賣的一個狀況 越來越慘越 越來越偏半 越來越囂張的這個狀況 這個整個目前為止來說 真的是大家看得非常心驚淡跳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特別點出一點就是 現在在東南亞 所有出事的東西 所有從天堂掉到地獄 對 都跟中國的一帶一路有關係 聽講 現在的斯里蘭卡 因為中國一帶一路去了 錢上去了 我好像可以發展了 沒有想到 一下子全部崩排 現在西哈努克港 緬甸也都是這個樣子 沒錯 我覺得非常重要一點就是 過去西哈努克港 你知道 2016、2017年 你知道嗎 中國當時說什麼 你要圓你的人生夢 你就要到西哈努克港去 為什麼 要圓你的人生夢 對 那時候中國有多少人去西哈努克港 至少二三十萬人到西哈努克港去 中國當時喊出一個口號是 我們要 中國移民五十萬人到柬埔寨去 要讓柬埔寨變成是我們邊境的 非常重要的國家 我們要在那邊投資 大概約五六十億 甚至七八十億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美金下去 是喔 甚至連柬埔寨的海軍、陸軍 都是中國建的 你要知道 那中國很多民眾看到這樣 當然知道說 這未來一定商機所欺 我就去了 所以當時這前撲後繼 大量資金到這個西港去 結果問題是沒有成果之後 中國人自己也倒楣 那先去買房去 這樣炒作 自己也倒楣現在回不去 他們怎樣 他們要回本 回本就開始 騙、拐、搶 就這樣子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西港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不是講到緬甸嗎 對 我們最近不是講到伊瓦底的 KK園區嗎 是 現在他說起底說 伊瓦底那個蛇姓的商人 搞不好他是誰 他是真正的幕後老闆嗎 還是真正的幕後老闆 另有其人 誰 現在的影國區 崩崖區 那為什麼你看 這就是當初的這個照片 他們到考察地點 就在緬甸的伊瓦底這個地方 他們出席一個 賽西港的這個產業園區 都是產業園區 然後都是這些黑道掛去投資的 對你看看 崩崖區在這個地方 後面全部 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他們當地的人 賀強時代 他們特倫軍的邊防軍 都在那個地方 也就是說 他們當那地方投資之後 他們就是跟當地的軍政府 跟當地的軍警一起合作 合作之後你看 你怎麼可能跑得出去 我在那個地方 是邊防軍在管的 你要出得去 怎麼可能出得去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緬北 緬北這個地方來說 他是中國跟這個緬甸的邊境 這個地方你知道 現在中國統計 至少還有十萬名的詐騙集團 在這個地方 十萬 你看這個都是這樣 這都是中國都知道說 這就是他們的詐騙集團的所在位置 然後呢 外面人都完全進不去 裡面都 外面人都有拿那個鶴槍實彈 鶴槍實彈都是什麼 都是他們當地的政府 少數民族 都在那邊保護著他們 對 所以事實上現在為什麼那麼 為什麼進到 我覺得現在其實最危險的是緬甸 因為緬甸你真的進得去 你真的完全出不來 沒有人能夠救你 你或許柬埔寨還有生亡的可能性 但是進到緬甸 是真的差次也難非 好 玉鳳 剛才講的 之前我們看到了 中國人在這個緬甸 中國人在柬埔寨 等於說很多人有去無回 很多人受到傷害 就是這樣 中國人開始處理 然後就喊 中國人不騙中國人 就現在是台灣人騙台灣人 現在根本有一個神鬼交鋒 因為現在居然是有很多台灣的黑幫 在柬埔寨 有台灣很多的黑幫在緬甸 那你都搞不清楚 其實很多人是要救你的 到底是原來害你的的人 還是要救你的人 對 現在最大的狀況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小朋友 你今天有親戚 你在柬埔寨 好 你或許聯絡得上 他不會失聯 他是不是手機會給你去用的 但是你不能拍影片 不能拍照片 但是他可以讓你聯絡 為什麼要聯絡呢 他就希望你台灣人 要錢 台灣的人把錢匯過去 我把你賣掉 還要送到這個緬甸去 我直接跟你台灣人拿錢 是不是更快 可是你現在已經搞不清楚說 到底誰能夠把你救回來 因為竹聯邦說了嘛 竹聯邦他講 他叫了20個人 刑事局跳出來說 不是 你們也是鬼 你們也是人 為什麼呢 他們東西會查出來了 他三個月你知道嗎 他仲介出去多少人 仲介出去82個人 因為最近的風聲 仲介82個人 82個人 最近風聲比較緊 在這之前 新聞還沒炒出來之前 一個人的價碼 大概是1.2萬元 但是現在新聞炒出來之後 一個人的價碼是2萬元 所以你想想看 這2萬是美金嗎 對 是美金 當然是美金啊 他2萬美金現在的匯率大概是60萬嘛 對不對 他82個人 他賺了多少錢 他賺了5000萬 他賺了5000萬喔 所以呢 這些人賺到錢之後呢 他已經進入到第二波了 他前面一條龍把你騙過去 你招募業務員 然後呢 這個柬埔在西哈努克 就是西港 可以安排入境的費用 公司全包還有機票 但是這個 現在已經騙不到人了 現在轉換成一個方式 等一下 你個人的平均工資 2000到5000美金 對 那你差不多就是6萬以上 對 6萬以上 然後呢他就告訴你說 你現在來這裡 衝三個月 你就可以來翻身 但是現在新聞不是已經出來了嗎 6萬到15萬 對 6萬到15萬 但是你一去呢 你就會陷入到無間地獄 你是不可能賺到這個錢的 可是呢 現在很多人家人 就非常的緊張 為什麼呢 一直聯繫在柬埔寨的一些親人 柬埔寨的小孩 但是呢 他這個帳號都有回 但是會無限的一個跳機 他就說呢 我很平安 家人說 你現在在哪裡 我們警察有人來問了 我很平安 他只會回答 我很平安 對 但是你想想看 你只會回答這個 就有問題了 我聽了 就覺得不會平安 然後呢 現在就是說你看 還有這個柬埔寨 在受害家屬製助會 你在這個製助會裡面呢 你就是要把你的一個 錢先交出去 然後呢 甚至呢 現在還有一套做法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這一個 但是現在有一些做法是說呢 我有個製救會 但寶寨哥你有家人 你有朋友 你要需要的話 你把資料打來 你先不用給錢沒關係 你把資料打來 但是呢我拿到這資料之後呢 因為在西港那個地方 那些園區 其實都有非常多台灣的黑幫 我就把資料丟在這個群組裡面 現在這個人 這個迪亞 有家屬要來撈了 誰 有 然後呢拍個照片 我這照片賴給你 你家屬你信不信 我都聯絡不上我自己的小孩啊 我自己的小孩只會回答 我很平安 不停的跳針 你就知道他不平安 可是呢當你加入這些類似的 這些製救會裡面的時候呢 因為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嘛 當初我拐騙你去 嘻哈努克港的就是我嘛 所以呢 我在把你的資料拿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錄一段影片 爸爸媽媽 我在這裡 我需要十萬美金 只有他們才知道你在哪裡 對 結果他們可以撈出來 那你看喔 寶傑克如果是你的家屬 你的朋友 你看到這影片你給不給 給啊 給了之後小孩一定回不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你有錢啊 你這樣有錢啊 你以為十萬美金就可以處理掉嗎 我們剛才講到了嘛 最近人頭迪亞變貴了 要兩萬美金 但你再加上一些時數 加上一些機票的費用 我再一月跌下去 你就必須要把這些成本給cover掉 但是呢我知道你是有錢的 你越爽快我要挖越深 你第一筆十萬 第二筆三萬 第三筆一萬 我要把你弄到最後 他把你吃乾媽淨 然後也回不來 回來之後呢就是麻煩了嘛 現在刑事局已經在抓了嘛 已經是麻煩了嘛 所以呢我把你吃乾媽淨之後呢 我就轉轉轉轉轉 反正最後就有個地方 KK園區 你不要說KK園區的這些 大老闆被抓或什麼的 KK園區裡面有200組人 什麼叫200組人 200組人在做這些事情 我隨便找個地方 把你賣出去就好了 所以呢你現在 如果你真的要救的話 你真的要找到對的管道 但不是叫道義有道嗎 你不是都已經把我的錢拿去了嗎 你怎麼錢拿去的人還不給我咧 你在那個地方會做的這些黑幫 都是在台灣混不下去的 如果你在台灣你混得下去 你有辦法開公司 你有辦法在台灣做一筆生意出來 你也不用這樣子 你就不用去做這些錢 兄弟是瞧不起你的 你到底啊 那群人其實也在柬埔寨也是走投不入 對走投不入 其實剛剛講你就像鐵達女號 你都已經叫沉默了 大家就人殺人了 對所以呢到最後來講的話呢 所有的這些金主 所有的在台灣去的一個幹部 其實很多人是混不下去的 因為在2019年的時候呢 禁賭令出來的時候呢 有能力有實力的變賣那邊的資產 之後呢就回去了 回大陸的回大陸 回台灣的回台灣 但是有一群人 這些人或許在當地已經有債務 或許在台灣你已經混不下去了 或許在台灣是有暗底了 所以呢他們那時候講說呢 這些叫大東亞共融圈 什麼叫大東亞共融圈 我要這個地方我要一個金主 以前的金主呢是大陸人 但是呢大陸人撤走了之後呢 有很多的台灣的黑幫 變成金主的一個角色 我弄了一個園區 弄了一個園區之後呢 來做這些錢 做這些壞事 但是呢你現在 他們已經是北風北了 新聞弄成這樣子 你覺得他們還有回頭路嗎 沒有了 沒有回頭路之後呢 當你把你洗乾淨之後呢 最後就是送到了緬甸 送到了KK園區 然後吃乾麻雞 你也再見不到你的小朋友 所以大家都是往命之徒 大家都已經走到這個北風北 能撈多久是多久 所以呢你只要把人給撈回來 你就是要找對方向 找對關鍵的keyman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是善盡家財 但是撈不到人